大家好,又來到接赴通的有機學乘 Vicky,上週我們這位嘉賓 分享得很開心地說他怎樣 很靈活地去做生意 再次歡迎Erika 是,里萍松伯伯伯主席Erika,歡迎你 上週我們也學習到一些東西 如何在疫境內都可以用很動態的市場營銷策略 和天氣掛勾和客戶需求掛勾 但未來 由疫情開始到網上的KOL 慢慢過去 你會如何看整個新零售市場的趨勢 會否又回到傳統那種 如你以往 要和客戶共同呼吸 要了解他們的需要 或不是 只要有人看到影片就能賣到東西 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覺得幾方面 你剛才說的一定是趨勢 大貨一定是趨勢 然後用影片來營銷 這個一向都是 我做的時候是十一年前 但現在是成功成功 我覺得也不會因為疫情好 這些東西會消失 我覺得在這個疫情 可能培養了一百個或更多的KOL 最後疫情後 當一些人出街 有誰在網上還站得穩 那些就會跑得出那幾個 即是沒有被淘汰 應該這樣說 但當然你不一樣 你的生意已經是相當具規模 但我又見到 譬如說 在過去這段時間 有些你拍的影片令到我印象深刻 例如呢 例如有一段影片 應該是最近可能見到的 就是你和你老公阿宇洋 扮演周星馳的電影 就是荷里玉和周星馳 那我深刻印象 其實有些甚麼會令到你繼續 會有些很新的創意 其實說到最後 你會不會想做演員 還是不是 我想做生意而已 過了氣引來挺有趣的 我們真的覺得做生意是一個創意 或創新的過程 包括你在零售的層面 包括我們在影片 影片營銷當然要說創作 因為是內容來的 甚至是Operation也要說創作 你說那些甚麼月前優惠 甚麼商場優惠 其實你怎樣吃著個世 都是一種創作的過程 影片營銷算是我們很大的一部分 當然我老公又很會演戲 他演繹也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們也會請一些 譬如做開編劇 或者很年輕的同事 他們就改電影橋段 改經典電視橋段 那些影片是很受歡迎的 然後又要不是這樣改 又要賣到一件產品 你要將產品的好處 那些影片才行 只會有P3毛來的 我們的影片 那條影片爆出的產品 第二天的數目 我就看到了 一定可以回到數目 多數會跟上的項目 始終會有一點點折 然後再在Facebook 上網站 即使用內容去營銷 但那個方向其實都不同了 以前的內容 譬如Erica那些 都會很著重 去講產品的一些特性 或者講一些我們不知道的知識 現在就要加入 好像Dicky所說的 很多真的創意的元素在裏面 其實每一條片 你有沒有計過 其實可能是投入 即收穫 其實有沒有一條方向 可以計過 有否令你很心痛 我真是很心的 我覺得做得很好 但不能回到數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除非產品的類型 真的不太好 譬如有一座 一萬元的空氣精神機 你也明白 不是很多個人需要 或者很多人負擔得到 雖然這條片 真的說到很好 因為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了解 但這條數又不是回到很好 但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比較大陸的產品 這條片爆的產品都會爆 都肯定的了 沒有懸念的了 當然片種也有很多 有些就是這些惡搞 有些就是很正經地說 一些產品 可能有一些圖表 有些數字 不同的種類都要有的 不能玩死一類 有時候你就這樣說 有些人覺得很悶 有些人就喜歡看了一些故事 所以我們每個月 製作十幾條影片 都會有不同的種類 其實好像經營一個網台 不僅是一個賣東西的平台 只是一個賣內容的平台 絕對是 這個也是 其實我的創作團隊等於一間公司 十個人坐在這裏 這個網上營銷團隊 是你公司來說很重要的 對 不是很多都是明白 我銀行團隊都是明白 我前線也是明白 我這個創作團隊也是明白 我這個創作團隊也是明白 我營業也是明白 所以沒有說真是側重哪一邊 四樣東西的交接都是很重要 環環相扣的 所以你只是一個 然後人們來到店舖 說服務又差 那你就撈不住客人 然後 營業不配合 來到店舖沒有貨的 你看一條影片也沒有用 所以沒有的 做零售真的環環相扣得很重要 因為一般人 可能你拍影片厲害 又不代表你做營運厲害 很多人就會在這些位置 幸好我和我姐姐合起來 剛剛可以遮蓋這四個地方 是的 還有有些 例如網紅那些 你自己找個網站 賣東西送貨物 不難 但你是否可以延伸到 它是一個幾千萬的生意 或過億的商業 那是完全兩個技術 你做到這一個人 不代表你可以做發財十倍 那需要的技術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實很難做 這四個範疇 一個都不可以 你想想 剛才有Eric這樣說 我拍一條很好的影片 但很多人都在店舖 原來都完全配合不到 支援不到的物流配送 前線的同事的認知 系統 好了 但現在來到台階 其實你都在香港 新零售新經濟的典範 那怎樣再進步 剛才你也說過 其實都要投放多些資源 尤其是在網上的零售體驗上高 這個會不會都是一個大勢所出 因為我現在看到一些 很成功的一些網上購物的平台 例如買一些家居用品 客人會覺得我的流程 等多兩秒都不願意 不要說送貨來遲了兩天 在過程中按鈕 有一點不暢順 已經是會有一個很差的感覺 但這應該是最基本的 這是最基本的 你的網速要快 你是不是十個按鈕之內 已經可以給到錢 即是看完貨 入卡 選送貨 選賠償 可不可以在十個按鈕之內做完 這是你的要求 你的收入速度能否支援到 接著電郵消息 你已經收了錢 我們已經出貨了 收到貨了 謝謝你 這些是最最最基本的 你這樣做不到就不要做網購生意了 浪費時間 創業的朋友 聽Erica說 這幾樣原來是最基本的 現在一定要有WhatsApp的CS 如果不是很煩 你不忽然一下 我未收到 有回到電郵 Dear Sir 但那些回到很快 那些是不是人工智能 可能有些protocol 你一問就值得 可以的 可以做到的 所以一定要投資到你網購的系統 以及WhatsApp 這些工具 除了說自己的生意最好之外 我覺得Erica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否你的其中一個任務 我見是近這段時間 你也幫忙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小店 用你一個 我覺得是用一個 是否那些叫做Adventures 即是上個 有一個人 好像一個Mentor 對 真的幫他們帶起 開LIFE 特別去這樣介紹 其實會不會是你很想幫一些小店 或者可能在他們 你見到當時自己的影子 你很想做一些事情幫他們 現在都市興 經濟圈 有些小店 或者手工 手作仔 那些人 都不知為何 發不大 他們會做熱課 不會做生意 其實很多藝術家 我現在買很多飾物 很多都是這樣 會做熱課 然後你要他搞營運 又不行 你可能叫他搞公關 宣傳他也不行 我一說一說 其實他們就多賣很多 很簡單 對我來說 那些東西我都要買 亦都選過 質素太差也不行 而從而跟他們聊天 我都會問 你這些成本是多少 用了你多少時間 你自己的薪金 有沒有計算到 你究竟能賺到錢 亦都在我幫助他們的過程 我都會順便教他們做生意 可能你這個材料真的 太低了 你用了大半天來做 最後你是沒有錢賺的 這些我都會提醒他們 我想有個 mentor 提一提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回饋社會的工作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令到很多的網民 覺得會很開心 就是已經是上市公司的主席 其實可能你要估計這壇很大的事 就是剛才都說 你有四個部隊 那你已經要管理他們 然後再用自己的時間 去幫助一些小店 除了這種方法之外 其實還有些甚麼可以令到 小店都可以有一個 更大的發展空間 稍後回來再跟Erica聊天 繼續回來有機可乘 剛剛也說了Erica 還有現在一個的使命 就是要幫小店 希望他們越做越好 我覺得其實跟人的價值觀 這個就是 為何可以花自己的時間 去幫他們做事 然後然後 不要說很偉大 要無私奉獻 但起碼好像 給多了一個出路 他們去選擇 Erica這個性格 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跟家人有關 就是覺得 幫得多少 或者是 在他們身上 去找到這一種 去幫人的心態 因為我見 其實有很多訪問當中 你都提過 其實家人對你的影響很大 有很多事情 從小開始 例如你的品味 你對生意的觸覺 都是他們去教你 我都在思考 當然 家人有影響 因為我公公 爺爺 都是做生意 所以你說 有些很保守的家庭 如果你爹人媽媽 都是做公務員 他們一定叫你不要做生意 這是第一 但我覺得 有些東西也是天生的 所謂品味 例如我三歲開始聽流行曲 我已經有很多選擇 我不聽 這個太通俗 那個就唱得不好 三歲之後 有什麼通俗 你明明了 四歲 四五歲 許冠傑的就是通俗 對 那些我不喜歡聽 很小時候已經有選擇 我不是說許冠傑不好 但當年已經出了 那些 《永遠和譚英論》 《梅艷芳》 那些已經是第二類 已經是世界尖端 那時候的潮流 很小時候已經要培養 我覺得這東西是好 其實品味是什麼 就是你分到哪樣是好 哪樣是不好 這麼簡單 所以我又覺得 除了家人的浸淫 可能又自己天生生成 又天平座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都是選擇好東西 選擇好東西 吃東西又好挑食 那些都是天生 做到你的好朋友 我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一定要明辨是非 亦都要懂得分辨什麼 好和壞 即是給你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你都不知道它很好吃 或者好在哪裏 或者有些壞的你又不知道 那你肯定是育成到 一個所謂好的判斷能力 但真的要說一個人 影響你最深 會是剛才你說過 例如公公和爺爺 都原來是做生意的 但不是的 我亦都認識一些 就是通常老爸做的行 就叫他兒子 千萬無所行 都會有這些 但他們又如何 是以緣目染 令到你 會有一個做企業家的心 因為你中間 你可能有打過工 在大公司 又做過娛樂圈 藝人 最後你是育成了一個企業家 你覺得誰影響你最多 爸爸也是影響大的 因為他又是很小時候開始做生意 即他大學都未讀完 就有個機會 他就下班做生意 亦都是80年代 又已經在Nesbeth 和香港上市 做手錶 Casio的代工 那些影響是很大的 而且他是 甚麼都膽死去做的 他說做就做 不用考慮太多 壞了就壞了 壞了就下次不做 他亦都是遺傳了我爺爺的品味 我也問他為甚麼 因為我媽媽那邊和爸爸那邊都是上海人 但原來我爺爺那邊是住在法租界 所以他們的家裏完全是西化的 他們的品味就是這樣建立的 而我媽媽那邊反而是教了我理財 要很接見 實事求是 不用那麼奢華浮誇那一種 那就是雙劍合璧 那就育成了原來明白的 你最近也拍了一些視頻 說類似你小時候的事情 我都會想一下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過去和故事 究竟是甚麼發生過 或者我遇到甚麼任何事 是會育成我這種性格或判斷呢 所以我今年40歲 已經去到半生了 都是時候要做一個評論 看外表不像就可以了 不過人生經歷也是慢慢要累積的 剛才你也說過 就是玉成你從小到現在 就是剛才你說的故事 但剛才你也有說過 做生意其實都是要前瞻的 有分析性的 想想客人未來要買甚麼 那你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 你未來又會想走甚麼的路 還有有甚麼目標 如果你是給我 如果我是你 三十多歲有間公司 很具規模又上市 其實我很難再想想 有甚麼人生目標 很難又結婚 好像人生很多目標都已經達成了 還有這個目標 不是很多人達到的 你已經是做到的 其實我有很多事未做 本來我本來是想再開一些美容院 類似美容院 或者做Facial treatment生意 現在COVID就不要搞了 然後我又寫了一個軟件 本來經濟圈的概念 我的軟件 是可以令到很多人都可以運用這個平台 去宣傳自己的東西 亦都會有我的元素 但是現在這樣 亦都不是一個好時機去Launch 亦都因為我又在搞轉版 所以你說會不會怕沒有目標 沒有東西做 肯定不會 始終都會有一些東西 是創新的東西 因為我是創新的東西 我就有興趣做 有興趣你有資源就OK 有時間有資源 所以跟著這個時代變遷 是一定有些有前瞻性的東西 我是想做的 但是如果你剛剛說到 即是時機這件事 我相信這個大家就會覺得 可能是最難的一個問題 甚麼為之一個好時機 即買股票又是 Dicky 這個是不是最好的入市位 是純粹推銷 一路升的時候買好 還是反而跌下來 即是人氣我取也好 其實投資也有兩個大智慧 ERICA 你覺得逆境 其實是不是一個擴充的好時機 尤其是你做零售 那簽新租約 當然是便宜點租 會不會反而是機遇來的 也有的 做生意方面 就是我接下來有兩間店 會調位的 一租到商場 有一個新的業主 減少四成租 嘩 挺好 即是你留在這裏 可能減少一兩成 你轉身場 那個新的業主當然是掃你 他頭兩年當然是拿你入 還有現在這麼困難 他之後你定了在這裏 做得好他便會加回 但起碼這兩年 我有四成的減幅 很重要的 而且譬如我剛才說過的項目 現在真的不可能 發展一個臉部服務 你戴著口罩怎麼做 有空 政府又說要關掉你 不是好時機 但反而現在 我又花多了少少時間去看投資 因為又是十年一月的機遇 現在的股市 央行有人指 減息 接下來我又要學會 怎樣買債券 國債公司債 想一下 除了美金之外 我應該拿些什麼 currency 例如台灣做chips 會不會有幾間 又變成龍頭股 在這個時局的環境之下 你沒有人知道 台積電 對 你要捕捉這些時刻 我反而現在花多了少少時間 在個人理財方面 我之前都跟你說過 搞上市 expand business 又是跑數成 完全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亦都令到我的財富 基本上沒有什麼增值 除了有一間上市公司之外 那當然是另一方面增值 但我自己的財富 我覺得 在這幾個月 我是要增值 要有整套系統 應該這一年的投資策略是怎樣 最後也想問一下Erica 其實可能很多人覺得 現在是一個最壞的時候 但我們覺得可能很多最壞的時候 會衍生到一些好的事 對你來說 香港是否仍然是一個好的環境 讓你去做生意 或者讓你去做投資 即迪金斯那句 是最壞的 還是最好的呢 現在 很難說 看看你怎樣看大小 或者現在我們在一個 叫做戰爭中 兩個強國的對峙當中的漩渦之中 其實真的未必是最好 但你說這一刻 是不是要搶了十間店舖 那又未去到 但我們有沒有風險 絕對有風險 我們的貨幣是有風險 我們的金融 所謂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有風險 我們的公共財政是有風險 我們的創意工業已經看到了 因為這幾件事跟創意工業 創意工業多數是一個國家輕衰的籠頭 那時候韓國就算生意還未很厲害 它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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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預示到將來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不會太好 始終我們都在一個風險當中 但是如果是 除了香港以外 有沒有想過可以怎樣 將業務分散風險 剛才你都說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要管理一下風險 是的 投資可以分散 因為我按鈕就可以轉到其他貨幣 其他資產 你用網上平台算不算可以是 另一個目標可能就是 台灣是很應該考慮的 台灣的前景是非常之好的 你看今次的疫情 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沒有確診 那澳門也挺好的 所以我都會看好台灣 所以也要研究 在台灣那裡 但你不是說在香港有一個網站 就這樣銷售去台灣就會做到生意 力不道不為才 你的人一定要在那裡 做一些商業發展 我相信大家也要想想 怎樣把握這個疫後的機遇 因為其實現在說 疫情可能會繼續反覆 甚至乎和我們長時間都要共存 作為企業做生意的話 也要想一套應對 適應它的辦法 繼續可以生存下去 謝謝Erica 謝謝Erica 謝謝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